王小菲与DICE离婚后专心经营事业 也投入直播带火市场 如今品牌迎接三周年纪念 他在微博发表了长达八页的手写信 述说这一路走来的新生 隐隐会提及离婚时的状况 王小菲坦言过去因为一些原因 导致出现焦虑的情绪 除了情绪不稳定 每天握在沙发上抗拒一切亮光之外 身体状况也变得很糟糕 包括不停呕吐全身冒汗 甚至听到手机震动的声音都会加剧症状 人生有的时候 是需要休息的 休息休息 让自己心爱休息 你看我现在说啊 如果说的时间长的 我还是闯上去 当时他选择把手机关机 隔绝外界联系 只有和家人视讯是唯一的动力 毕竟历经了5次往返 每次隔离都需要30多天 再加上工作生活及心理压力 造一让他精疲力尽 直到某次他自觉不能让家人合作伙伴失望 因此决定振作起来 生活终于重回正轨 对此王小们留言表示 在无依靠的时候 家人就是最好的动力 希望未来他能继续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